好吧,小姐,记住你今天的承诺,出头之前,一定给我们一个交代。 这都是你,你傻啊,小姐,你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会进来的事,你要杀就杀我,杀不我怕,你早点认错。 我只杀你一人,他帮着你这个帮助你帮我,你叫啥呀? 爹,你怎么了? 又做噩梦了? 爹,爹,你必须不要想太多了,你没看见,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慢慢的原谅你了。 爹,爹是恶不杀的坏人,死不足备心,我再也不能灭泪你了。 爹,你干嘛说这些? 我刚才总忙,忙到你事故发现真心,怪你蒙骗他引着把你给杀了。 爹啊,你虽然真是个忙,但是,以前事故的性格隔壁,他完全有可能这么做。 我怕异地水寒若是想突围,必定将不在其中一人。 莫必要练到 四人一体 不分鼻子 才能不被击败 秀天的吸雷玄公 看你还差我一劫 没有你们三人的结印 必败呢 阿玛 再来 吸雷玄公 岂有此理 现在就偷懒 尚这必定他认识 我们这不同心 玄公何必有个屁用 阿玛 立功 阿玛 那里不够 阿玛 用真机提你解开穴道 未必在世了 副总 你们会好起来 也不能忘了算性命的 不错 还是乖乖听老家伙的话 才能留下小面 我用的是蒙古皇室国外传的点学手法 想继续 当下了 其实他心里怕得要死 连觉都睡不好 以为他知道 四方玄公成功之日 就是他的死亲 原来是这么回事 怪不得他不敢对我们动手 到了半天 一时想到交情 九哥他们饶了他的狗命 你们说对了一半 只要有你们在我的手里 双方对阵以后 求着的是他们 我根本不必出事 就已经生了 小天说你杀了自己的妻子 果然是 只会欺负你人的狗子 看来你们是想尝着被人欺负的滋味 不须与他多费唇手 过来坐下 姜还是老子辣 被我点了学 像个费瞻学的还这么冷静 凭这份定理就觉得太有了 难怪迷魂射破 也还是不法控制 这老家伙的功夫太厉害了 还是杀了他永逐后患的 不 就是因为他功夫太厉害了 杀了其不可惜 等我练成了夺魂三世最高境界的亡魂杀破 就复仇控制不了他 放下一切 灵兽佛法 自能怀取烦恼 灵台亲密 灵兽师兄 教训的是 灵兽明镜 快来帮忙 师父 他们受伤了 好歹多功夫 心脉混乱 心脉混乱 内附重创 幸好能够及时封住他们的心脉 这是怎么回事 你这些人的狗贼 只要以皮膜剑铲除一切 一股江湖 我今生万不可快顺 遭灭离之我 若非一所证实出手相救 我们师兄二人早已命丧荒拳了 没想到 竟然让他练成了天下第一的匹膜剑 你得伤得狗贼 阿弥陀佛 二位施主有伤在身 不宜多说话 请入内疗伤 你不认识吧 多谢大师方才减困 水寒现在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危害五连苍生 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真是难辞其咎 罪无可说 昨日因今日过 一切自有定数 一场血雨腥风在所难免 施主痛责于心 也是于事不复 只盼溢水寒施主 能早日觉悟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是我从小带大的 我最了解他的个性 如今他手中又有神兵力气屁魔剑 如果让他改变成霸武林的隐心 改邪贵政 恐怕要等天落洪雪了 你竟然身在佛门 以亲皈依 这些红尘俗事放下吧 佛月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大师不是经常教诲弟子 要仁爱之心普渡众生吗 如今众生有难 我岂能见死不救 但是刚才不是研究了那两位伤重的施主吗 你何必这样执着呢 此番前去哪中有血光之灾 多谢大师警示 大师教育 我就算一身殉道 也要阻止他继续坐落 请大师成全弟子 准许弟子下山 普渡众生 非不得已 不要徒增杀戮 弟子警示 大师教育 好 好 请问他乱生大哥 东方白师 那就是小天的亲娘 蒙古王妃 惭愧 我也不是什么王妃了 只是一个一心想救儿子的娘亲 我听说四方门的一些重要人物被抓起来了 小天他人呢 就你要听平安逃走了 咱们出去再说吧 不行 我 没意思和那家伙 有蒙古王室的特意手法电穴无法启动 带他们走 那手法是我教他的 解穴的时候